今年发布的智能手机很多,而且都非常的优秀,然而依然避免不了整体下滑的趋势。 尽管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无疑智能手机市场越发的趋势与饱和,但是必然也跟4G手机即将成为过去式,5G手机即将到来脱不开干系,因为很多人都不想现在入手一台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的手机。 那么,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,谁能抢到5G的首发,无疑就会占据着相当大的优势,因此各大手机厂商们都第一时间表示,将会在明年就推出自己的5G手机,甚至华米欧雷以及联想,一家的手机厂商都纷纷表示,自己将会成为首发。 不过从目前来看,首发已经成为了联想的脑中之物了,去外媒报道,联想旗下的Moto将会在8月2日那天,在芝加哥总部举行发布会,而发布会的主角之一就是一款5G手机MODO Z3。 不过,这款5G手机并非一推出就是5G,推出时它也只是一部4G手机,但是它跟普通的4G手机有一些不同。 它是一款模块化手机,支持各种各样的模块,而这种模块化设计就是它能够成为全球首款5G手机的秘密武器。 据悉,联想旗已经为Moto Z3提供了带宽,为5000兆比特每秒的USB 3.1接口,未来只需要将其跟5G通讯模块一结合,就能够摇身一遍,成为一部5G手机。 通过这样取巧的方式,联想一下子将自己的5G手机计划表大幅提前了,从而机,败华为小米等,获得了全球第一款5G手机的名号。 今年联想虽然在国内市场上,依然没能取得突破,所谓的国民旗舰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,但销量上却并没有很大提升。 不过联想旗下的Moto在国外其实还是蛮受欢迎的,尤其是其所主推的Z系列模块化手机,更是受到了很多国外用户的额追捧。 该系列最大的特点,就是用户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模块组件,使得自己的手机灵活的拥有太阳能充电,游戏手柄,养电音响,哈苏相机各种各样的功能,算是一项相当时香的黑科技了。 只是没想到竟然还能集成5G模块,至于联想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的实现5G模块的原因,目前还不得而知。 不过考虑到联想和高通的亲密合作关系,或许这里面有着高通的提携,何帮助也不好说,毕竟高通是5G话语权的掌控者,而且高通的5G基带X50也早已发布,所以高通是有这个能力的。 此外,高通此前也很生称,在他们的帮助下,第一款5G手机,将会在今年下半年诞生,如此灿烂,高通所说的5G手机,应该就是这款联想的MODO Z3了,不过虽然8月2日就要发布了,但是国内用户想入手,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,因为已知的关于这款手机的发布时间和地址,它指的是美国市场, 而非中国市场,所以大家还是等一等吧。 The End也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明有,其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